你好 你好 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个声音的测试 主要是看一下大家谁的声音最有魅力 声音是男性魅力的一种体现方式 根据总部的收集调查 当男性的声音频率较低时 对异性更有吸引力 这个平均数值在123.5赫兹 如果能达到这个数值 你们可真是天赋异禀啊 我都可以自我诊断了 我这声音提前先 医生 医生我为什么在节目组里面好像见过你 没有啊 没有吗 有点没有 是吗 哎你认错人了 那个什么 你是真的是这儿的医生 我是医生啊 啊自己都不信 自己都不信 好行 你先先 我刚刚老了 哈哈 你看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个有关声音的测试 我给大家换一下123.5的一个 标准的声音 我的时间 只为你停止 确实好像有个心情 确实还可以 这是什么电台的吗 这是一个配音员的一个 确实这个声音不错 再放一遍 再放一遍吧 性感的声 我的时间 只为你停止 我的时间只为你停止 我这里啊有几句话 大家可以先选一句 测试一下 妈呀这些词 这些词令人 我认为练一下 做偶 在想我吗 想我吗 聊夜哟 早点睡 都是我 这这这别怕 哥哥在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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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在 要按点吃饭哦 该起床了 天冷 多穿点 在想我 送你的礼物 你这不清不清 还喜欢吗 哈哈哈哈 去找真心 就是拍风 没有这个 哈哈哈哈 嗯嗯 你先试试看 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吗 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吗 哦 嗯 哎不错哎这个 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吗 稍微说的有点快 不够油 啊 你这跟你说你这 不够油 对不够油 差点油劲 导演劲上来了是吧 你是上去踢的 我跟你讲下一个就是你 不够油是吧 来一个超级油 我来个超超油版 来个黄油 刚才已经是那种清脆了 现在来个超油版 最后结果了 安静啊 嗯 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送你的礼物 还喜欢吗 哈哈哈哈 送你的礼物 还喜欢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一听出来一听出来是这劲儿 对 送你的礼物 还喜欢吗 现在是82点 18 82.18 这就是平均值 平均值 这分 这分 分不少 分不少 要100多少来着 123.5 不油呢 不能油不能油 那我说第五个了 第五个来 别怕 有点低了 再来一遍 抱一抱一 再来一遍 好唱好唱 这俩这都还吃 别怕 别怕 哥哥在 多二分啊 老师 别怕 哥哥在 这个很棒 这个 124.6 啊 听着也不舒服呀 那应该是最最完美的一个 这个不准哈 这是重音质 干啥你们往哪去 你们听着舒服吗 他是按数据 这就是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 只是魅力值的一个小部分 后面的回答了 我不听着你们也不舒服哈 我盖章吧 盖章吧来吧 很棒 什么 怎么还有盖章这个东西 还有他给一个成绩 给一个小分数啊 这个大军呢 属于这个天赋异饼啊 我们这个在122到127之间 就算天赋异饼 来天赋异饼 那个饼是煎饼的饼 我没想到你这声音是别怕 哥哥他是舒服的吗 那我这分低 低就 一般人 一般人 好嘞好嘞 你看 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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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伦 这怎么拿捏呢 来吧 加油哥 开始了吗 开始了 我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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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像电影 都像电影里面出来的像 三个都是 110 2.7 一般人 一般一般人吗 没有我一般人 我这八十多分 我就说这个机器你是什么 Protux还是Logic 啊 马拉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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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马拉档 马拉档 听过吗 马拉档 马拉档 这你能掌握吗 我是什么 选一句啊 我可以来这一句吗 魅力难是语录 哈哈 可以可以 开放菜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不问啥不可以 为什么摇头 为什么要 可以可以 限制我 好好好 魅力难是 其实这个更难说 我要限制我人生啊 哥 那你还是要么就 读完这个 再读一个 下面再来一句 李老师 嗯 不要限制我 哥 人生 嗯 那行吧 来了 魅力难是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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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啊 比 比 这是怎么 一百二十二点五 哦 一百二十二点五 太一点点 你要不再挑战一下 是是好的 稳了吗 哎 二十二点五 魅力难是语录 不知道用在哪里 天赋一饼哎 天赋一饼啊 那我再补一个吧 补一个补一个 再来 那我先爱 再盖章吧 先盖个章 先先来一句 先来一句 先盖个章 我给你们拿好 我拿好 我拿好 我说 干起床了吧 好 就叫个哦的 全要读出来 不是干起床了哦 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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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不用每个字都读 哈哈哈 好嘞 哈哈 该起床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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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sir 一百三十几 i'm telling you 不行 那是超了 一百四 这个一百零六点 一百零六点四 哈哈哈 你魅力男士语录还低 为什么 因为明显他的音调就低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是音调越低 他的分比 不是 为什么我刚才一百二十几 所以说要按照这个来 才会真正的测出你这个 声音的频率吗 好吧 那你就写了这 但我再试一次 这不算分的 好 那试一次啊 啊不算分 那就算一百零六 好 好 好 该起床喽 该起床喽 盖家尔为什么手势还要这样 那是盖起床 盖起床了 再想我吗 别熬夜脚里睡 脚里睡都是我不好 别怕哥哥在我想你了 一百一十一点五 还差一点 哎呀一般人居然 你是不是没有更新系统 他想用魅力男士语 这个大家都很共同 我觉得很随机啊 这个 来 真的 我觉得你有没有 你你的 没有我认错人了 你的证书在哪 在手机里一会给你看 电子的 我说第四个都是我不好 来 都是我不好 有什么闭上眼睛啊哥 就是我不好 就是我不好 怎么了 就是我不好 就是我不好 一百零七点九 还比我高 一百零七点九 一百零 哇只有你 天赋一顶 就这 来吧来吧 我们下一个 可以了 这我天赋一顶人 然后有什么高光的时刻 就要发一个什么证书 什么之类的吗 一会儿吧 等结束吧 因为我们人的 等会儿几个项目 还是老师你 不是我了 我还有其他的同事会在那边 运动神经控制 可不能先让我说话 哦 没有 好好好 好了太好了 因为我们人正常的发音频率是 六十五到一千一百赫兹之间 但是频率的控制呢 是通过我们声带的震动 还有这个 身体的不明腔 像胸腔 鼻腔 猴腔 口腔的一些 不明的震动 男性的频率呢 普遍比女性的要低 是因为男性有猴肌 啊 因为这个 这个 对因为有这个猴肌 哗哗 好了请各位 一步下一个诊试 谢谢 好 拜拜 谢谢 那魅力男士语录 就可以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 我的那个魅力男士语录 也可以 播出来吗 会的 播出来 可以播出来 我是一百二十一的吗 好 你记得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